大家好,我是Emily,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又是大家喜歡的最近大愛 我第一樣要分享的產品就是這個很漂亮的YSL卡托 沒錯,它很大,但它仍然是卡托 如果你有看過我上一條的Gaveaway片 你應該會發現我其中一個禮物就是YSL卡托 當時打算買禮物的時候 進去店舖,便拿了不同款式卡托 其中一個便拿了這一款 自己是很喜歡白色金色的組合 我覺得很漂亮,很有氣質 所以我看到這個顏色漂亮,吸引了我的眼球 那為什麼我沒有買到送給觀眾的那個款式呢? 因為本身我已經有幾個差不多樣子在家裡 那我就不想再浪費錢買一些差不多款式 那這個呢,我就覺得它容量好像很好 那本身我自己都放了很多東西在銀包 譬如說我喜歡保持一些收據 保持一些現金 還有很多不同的卡 但有些朋友呢,他們真的十勢都不帶Cash 然後所有東西都變成Online Banking QR Code拿錢 那他們真的很小的卡托就OK了 那時候就跟staff聊這件事 原來他也是用這種style 他覺得很實用 放了很多東西 打開就是這樣 有1,2,3,4,4個卡位 那之後中間的位置就有很多 可以讓你放很多錢,收據和硬幣 那這個封琴位呢 是可以伸縮的 那所以,就可以彈性高一點 那我當初我就會想 會不會這些位置漏到硬幣出來 因為始終它打開就是一個很大的洞 那但發現呢 原來真的不會的 因為你裡面放了紙幣 你再放硬幣在底的時候 其實它是要經過重重障礙 它才可以在這個洞裡走出來 那但平時我都不會保持1,2元 在銀包裡 最多都是1,2元,5元 那所以,so far用了一個多星期 完全是沒有跌到硬幣這個問題的 原本呢,我是想選擇它同一種顏色 但是不同模型的那款卡住 幸好我沒有選擇 隔多一兩天再看 我覺得它不太漂亮了 覺得不敢看 那時候阿Den就選了這款 那所以我就買了它 它就真的是最classic 最classic的那種斜紋 這款雖然是白色 但它並不是一些很光滑的面 它上面就有一些finition 就是類似魚子醬 本身已經是不容易撒髒 如果我把銀包拼到我白色的衣櫃 你會發現其實它真的不像白色 它像是一個很淺很淺的卡旗色 所以,作為一個這麼美麗的人 買這款顏色我都會覺得很放心 應該不會這麼容易撒髒 第二樣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就是我手上來自APM的摩斯密碼戒指 這個戒指看起來真的很高檔 重點是,它真的很便宜 它只有五百多元 但我每次帶出去 人們都以為是卡地亞的款式 因為它真的挺像的 它是屬於一個粗身 上面有一點點打橫 或者是圓形的轉轉霜在上面 總之,樣子是超高檔超高檔 我第一次見朋友戴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很漂亮,在哪裡買? 那他就說我買了這支是APM 因為我的手指是偏小的 很多品牌的戒指 我都要特意訂購最小的尺寸才能戴上 Swaski很多戒指 我都未必戴上 所以當時的門市都是抱著試一下的心態 誰知道它們最小的尺寸 竟然對我 我真的覺得太幸運了 這支戒指是超級超級容易搭配 首先,銀式呢 其實你平時穿T-shirt 或者你即使穿完家的衣服 都可以搭配到一個很簡易的日常款式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戒指 但我家裡買了的戒指 都是少許大小的款式 我只想買一些戒指 是日常戒指 它有兩種顏色的 一種就是銀色 一種就是黑色 但我覺得銀色真的漂亮很多 超級吞銀色 黑色的話,上面的轉轉是彩色的 好像沒有那麼大小的 不過呢,如果你要買它 極力建議大家 出街之後 一定要脫掉它 不要帶它來洗手 或者睡覺 因為呢 它的面子是超級容易刮花的 我一開始買的那兩天 是超完美的 超完美的 但有時候我真的忘了脫掉 不小心帶它來睡覺 而且我現在已經看到上面有點刮痕了 但anyway,這支戒指真的超好搭 CP值超高 超喜歡的 既然是分享最近買的首飾 那就順便分享同一天買的一條Swaski頸臉 其實這個真的很隨便 純粹是買完這支戒指之後 心情超好 然後就心想 我一定要買一個很日常的銀色頸臉 配這支戒指 然後就入了Swaski 然後就買了它 很隨便 這個也是一個超級簡單 日常的款式 就是配襯什麼衣服 配襯什麼衣服 配襯什麼衣服 都可以配襯到 一個滾輪設計 很多品牌 其實近年都是推出很多滾輪設計 似乎很流行 我就選了一個滾輪沒有那麼大的 因為真的很想日常低調地去戴 所以真的很容易配襯 我有連續幾天拍片 還有外出 我都不想自己戴什麼鏡頭 就直接戴它 戴著它也有不同的人問到在哪裡買的 那就是Swaski 幸好就是這樣 我真的很喜歡買首飾 我希望 我FF 有一天如果可以創立自己一個 衣服的品牌 就很開心 因為真的很喜歡 我覺得它們很漂亮 下一個要分享的就是一個化妝工具 就是Claire Deport的 這個makeup sponge 這個 sponge 真的非常非常合乎人體工學 還有人性化 哇 用它的化妝很快 很方便 它就不斷不斷用它 首先你看到它很像水滴型 但是它這個位置是削了一角 所以這個平面呢 就可以非常之切合到臉的輪廓 和不同的位置 基本上用這個位化妝很快 推兩下已經是化完臉的 另外一個貼心的設計位呢 就是它的頂部好像削了一角 有時候你化完妝之後 你也要再遮瑕膏 我自己其實是有遮瑕掃的 但有時候真的太趕時間了 我沒有空用遮瑕掃 這個位置就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它很精細的位置 塗完under eye的遮瑕膏 然後很快很快推完它 那就搞定了 之後要趕時間用它化妝 會覺得很爽 這個makeup sponge 我就覺得它明顯是硬正 硬身一點 比如說洗的時候 它也不會變大 它可能變大5% 另外其他品牌 例如makeup forever這個 就真的非常舒服 非常軟 我每次洗它 我看到它漲大一倍 我都覺得是很治癒的 用它的化妝就很舒服 你會覺得好像真的 用一個很軟的海面按摩 這個就不是那種很軟的感覺 但它真的夠快 我不知道是否跟它 海綿的結構問題 雖然我每次洗它的時候 都要洗超久 但還是洗得不乾淨 你看 這個我剛剛洗完 它已經是淺色了 但還是有很多化妝品的印在上面 makeup forever這個 其實我用的次數是比這個更多 因為它比較舊 但你看到它很容易洗得很乾淨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它唯一的缺點 就是很難洗得乾淨 其他方面 比如說便利性 設計方面 我都覺得它是很好的 下一個要分享的就是 Bephisto的炭酸潔面泡沫 這個就是他們之前在IG找我拍廣告 然後寄給我試用的 我想說我第一次擠這些產品出來的時候 我是嚇到 它的泡是真的超級超級綿密 它一擠出來 它是無限勁快地發大 如果你用過一些不太好的泡沫產品 你應該會明白我說什麼 就是你一支出來 是有泡 但上到臉的時候 你感覺到很快它就會越變越細 而且真的感覺裡面很多都是空氣 但這個不同 它的泡是很硬正的 就是你感覺到你用手按它 你是有少少壓力才可以按到它 是真的一泡已經可以鋪到你的臉 整個聖誕老人 是超誇張的 你看看 它很像做蛋糕的奶油 你再認真一下 它是超級綿密 你完全看不到那些孔孔 然後我按它 你看看 綿密也一個點 我知道這款的洗面泡泡 它有三個不同的款式 另外那兩款我沒有用過 我還沒用過 藍色就是暗瘡護理型 你那期生得很多暗瘡 用錯洗臉的產品 太刺激的話 其實真的會有泡紅 和暗瘡好像更加痛的感覺 那這個真的沒有 普普它經驗到我 但另一個經驗位 就是它的價錢 是超級便宜 因為它是客戶送給我的 我以為是Bepista 大概大概$100 我有一次去Cosme Store買東西 經過看到它 它是$35 是便宜到這樣 我嚇倒了 它不是特別細枝 如果你是學生 你又容易長暗瘡的話 我會叫你買它 因為真的很划算 因為它的泡泡很多 延展性也很高 所以這一期我有用它來洗臉 因為這一期 不知為什麼 我頸部長長了暗瘡 我胸部長了暗瘡 我真的越來越焗 我要多清理這些位置 因為它很便宜 所以你就不會心痛 用它來洗頸 對 我覺得用你洗背脊也可以 擠一泵在這裡這樣洗 就已經很快就完成了 剛剛就說到 我進了Cosme Store買東西 我真的買了一大袋回家 想著慢慢試和拍片 但最近真的太多產品 所以很多東西 我還放在家的各個角落 其中一個 我試了很喜歡 想和大家分享的產品 就是 GRACE Program的防曬隔離箱 當初我去Cosme 真的沒有打算買它 我打算買AD Plus 的全物理性防曬 因為它說可以 給嬰兒、孕婦和敏感性肌膚使用 那時候 工作人員就看到我 在看那個防曬 他說 小姐 如果你想找一個 好用和多人用的防曬 不如你試一下這個 他就拿了這一支產品給我 原來 GRACE Program和AD Plus 都屬於同一個集團的護膜 用完它的感覺 我真的蠻喜歡 不會有物理性防曬那種很厚重 和泛白的感覺 它也是很輕很容易吸收 而且我蠻喜歡它的調色效果 我試給大家看 首先它擠出來 好像粉底的蝦肉色 但其實它真的沒有什麼顏色 它不會像Tintal Moisturizer 塗完之後可以遮到一下 它完全沒有遮瑕 它是反而改善你膚質 改善暗沉 你看到我推兩下 它已經是差不多吸收了 但你會明顯看到 這個位置好像沒有那麼蠟黃 它會更加亮一點 來比一下 不是差很遠 但我覺得這邊的膚質 感覺好像飽滿 更加健康 它是適合一些 平時都真的不喜歡化妝 但覺得自己有點太殘 用這個就當防曬 再加少許調色 效果拿著用 都很漂亮 但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防曬係數 只有30和PA3個加 如果你那天 多一點戶外活動 就真的不要用它 一定不夠 如果你平時在家 或者可能上班 我覺得只用它 都算是足夠的 當初買它 都不是打算做Base 真的打算只用 但我覺得它令到膚質看起來 真的挺漂亮的 粉亂了 好像沒有那麼暗沉 沒有那麼黃 而且最重要是 不厚重 真的輕和舒服 現在磨上去 手都很滑 這支防曬 就令我想起 Skin Aqua新出的 那支是調色的物理防曬 上年的一個好物分享 都有分享過 那時是一個粉藍色的版本 那支是無色的 這個新出的版本 是有色的 其實就這樣對比 好像都差不多 就這樣看 激刺 這個是Skin Aqua 這個是Grace Program 但推開 你再摸一下臉 你會覺得 膚質的感覺是不同的 如果要問我喜歡哪個多一點 其實我喜歡Grace Program 這個比較多的 因為用上去皮膚 真的感覺是滑溜了 而且好像 飽滿了 這樣的感覺 令皮膚真的看起來 好像好 這樣 Skin Aqua 純粹做到少少調色 令臉粉亂少少 還有一個物理性防曬 還有另一個優勝之處 就是它的價錢便宜很多 幾十元左右 那比這個 是350元 如果你是學生的話 我一定會推介你高過這個 因為這個其實也值得 平常我會大範圍地塗 這些頸的位置 這支比較小 我會用這個來塗臉 這樣 沒錯 我今天的最近帶我 就分享完畢了 如果你都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讚 又或者你用過這些產品 都很想跟我討論一下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 好